大家好,我们是PikDo 上代掌机已经发售了 我们先前已经发了PC和PS5的连接方式 今天来教大家怎么连Switch掌机 然后我们准备了有Switch掌机和我们的毫米波屏幕 两指手柄和JC原装手柄 现在的状态是 Switch通过毫米波发射器已经连接好我们的屏幕 并且我们屏幕已经开机 我们先示范Switch延伸手柄 然后现在这个是我们的毫米波屏幕 再保证手柄是连接在Switch主机的前提下 滑入我们的掌机滑轨 查蓝牙模式 4JC模式之后 就可以实现原装手柄连我们的毫米波掌机 滑Switch 我们现在开始示范的是两指手柄 两指手柄滑入Switch的滑轨之后 就已经连接好Switch了 在拔下来之后还是连接着Switch状态的时候滑入我们的掌机滑轨 还是一样 想按蓝牙模式 这些模式之后 过一会儿 就连接上我们掌机屏幕了 有注意点就是Joycon原装有一个功能 任意按键都可以回连Switch 随便按哪个按钮它都是可以直接回到Switch主机上的 第三方手柄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所以连接掌机时 在JC模式下也会慢一些 多等三到五秒钟就可以连接好我们的屏幕了 为什么会有人遇到连不上的情况 一个是手柄从Switch主机摘下的时候必须还连接Switch 如果断开连接的话呀 就没法连接到我们的掌机上了 第二个就是掌机开机的时候默认是PS的模式 我们需要查按掌机蓝牙开关 将PS模式转化为JC模式 这样才可以 另外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还有什么建议的话 欢迎投稿给我们